我们看看《太白阴经》里边的一段记载 这里的五元指的是春秋末期 吴国的大夫吴子叙 他是楚国人 因为楚王把他的父亲都给杀掉了 他一气之下脱离楚国来到了吴国 担任了吴国的大夫 帮助吴国的国军来训练水师 在训练水师的过程中 他帮助吴国建造了各种各样的战船 所以这段史料的记载告诉我们 中国最早的战船是从吴子叙 所建造的战船开始 据典记中记载 吴子叙所建造的战船中 有各种各样的战船 有大翼 小翼 秃帽 楼船 桥船 等等 那么这就为后来的战船的发展 开了一个头 这就说明在春秋末期 木板船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了 虽然我们今天在典记中 还找不到当时造船技术的一些细节 但是从战船的分类如此之细 这一点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造船技术 已经是比较成熟 这就为后来的舟船发展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讲到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 在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发展史上 舟船的创造和发明 是最耀眼的成果之一 它说明了三点 第一 华夏民族自古以来 就生活在江河湖海之间 在长期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 他们产生了征服水 获取水中资源的这样的强烈的愿望 正是这种愿望成为舟船诞生的 强大的推动力 第二 华夏民族具有超强的智慧和力量 他们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 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之下 没有受到任何外来文化的影响 独立的创造和发明了舟船 他们无疑是中华海洋文明的创造者 第三 中国古代舟船文化的发展 它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用 它是中国社会生产力 不断推动与发展的一个结果 反过来呢 它又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知道今天 依然在继承和延续着 这一文化发展的过程 一 새其中一文化发展 然后又有了这文化发展 创造者在记录着